进入到临近乌克兰边界 传出被反普亲民兵攻占的 贝尔哥罗德州科金卡镇 俄罗斯的媒体记者 被突如其来的炮声吓了一跳 话才刚说完又是炮声隆隆 赶快拔腿狂奔 最近几天风向变了 反普亲的民兵团体 俄罗斯自由军和俄罗斯志愿军 真的把战争烧进俄罗斯境内了吗 军人们士气高昂 在美尔哥罗德州畅行 无阻百名的呛下 俄罗斯政府火速出手了 官媒播放着有美智汗马车 翻覆的画面 暗示着美国势力介入 还声称发动反恐行动 全面倾脚入侵的恐怖分子 国防部长萧一谷加码补充 放话绝对会狠狠报复 但是另一头 声称为不公不义而战 要推翻独裁普亲的民兵团体 光明正大的开国际记者会 打脸俄罗斯说的全数歼面 民兵成员没在怕 排出队形 亮枪亮武器 全部让媒体拍个够 也说汉马车和他们没关系 能用一口流离的英文 俄文回应媒体的这一位 就是俄罗斯志愿军的领袖 卡普斯丁 恐怕也成为普亲最新的 头号眼中丁 声称要推翻独裁 掀起全民起义 这股亲乌反俄的势力 老早在酝酿中 这一个月来的无人机 油库爆炸 火车出轨 不是没有原因 堆抵起来 最终目的是要 要让普亲怕了 只战吞败 但是不达目的之前 行动还在持续 继克里姆林宫之后 俄罗斯的国防部大楼 也莫名起火 还有莫斯科郊区上空 又出现不明无人机 不明的攻击多点开花 尽管幕后执行者 始终没一方承认 但是学者分析 不管乌克兰涉及程度多寡 恐怕难拖关系 而在此同时 在巴赫姆特收尾的瓦格纳佣兵 一如所说的 25号撤退 一连串的事件都指出 俄乌战士风向变了 各方势力各有盘算 TVBS新闻综合报道